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对食品辩解性和口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玉制菜应运而生 格力电器以温度控制技术 仓储管理技术 信息管理技术为基础 提供专业冷链装备 生产专用设备 以及物流仓储设备 运用于水产类 肉类与蔬菜类 玉制菜加工生产 格力果蔬 玉制菜智能工厂 系统解决方案 采摘后全流程进行保鲜处理 首先进入采摘地旁的预冷库 进行预冷降温至10摄置度以下后 需使用半挂式冷藏车运输制 玉制菜加工企业 储存在智能立体冷藏库中 智能立体冷藏库 实现仓储无纸化 调度智能化 推动预制菜工厂工业4.0模式进程 主要设备有移动机器人 无人插车 双立柱堆朵机 并配置并联罗干制冷机组 冷风机等给立体库功能 格力肉类预制菜智能工厂 系统解决方案 养殖成熟的猪牛羊等牲畜 首先在屠载车间 自动化设备上进行宰杀 人工去内脏 去头尾后 去对猪动体进行排酸处理 具体工艺为 把猪肉动体悬挂进入排酸车间 使用车间内冷凝机组 冷风机 持续给排酸间供冷 排酸后 使用自动切片机进行切换后 存入负18摄氏度成平冷库中 冷库制冷设备中 智能集成热浮溶霜冷凝机组 实现冷库用电省一半 智能组网控制 可实现2-50台机组集成控制 也可升级搭载光伏系统 实现零碳冷库建设 肉类预制菜加工前 从冷库取出的冷冻肉 由自动化设备完成解冻 切片 滚揉 熟制 冷却等工序 具体用到的设备有解冻机 切片机 蒸煮机 蒸空预冷机等 做好的预制菜成品 还需要经过螺旋速冻机 进行速冻后再打包 最大程度保持了预制菜的新鲜程度 隔离水产类预制菜智能工厂 系统解决方案 水产捕捞后 使用片冰包裹进行冰鲜保存 片冰的制作由片冰机来完成 活鱼在预制菜加工车间中 完成载砂 去磷 清洗 切片等工序 主要用到的设备有 去磷机 清洗机 切片机等 然后通过隧道速冻机 进行包冰衣 速冻 预制菜加工完成后 通过冷藏车 配送至饭店 超市等客户端进行暂存 展示和售卖 格力新能源 冷藏车制冷机组 独创的高效运行技术 车辆续航里程提升了11% 冷藏食品展示柜 搭载独创的双温双层风目技术 高效节能 商用厨房冰箱 卧室冷藏工作台 也是预制菜中央厨房的必备设备 预制菜行业将成为一个 亿晚级的餐饮市场 餐饮工业化将成为趋势 格力通过提供预制菜生产专用设备 构建肉类水产蔬菜三味一体的智能化深加工链路 解决预制菜行业食材高效处理 出品标准化 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助力企业将本增效